OK 那看一下 我们这个验证码呢 我们说主要都是为了防止这个暴力的请求 你可以在注册或者登录的时候 加入一些验证码的功能 验证码的功能 OK 然后再往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反向解析 什么是反向解析 我们在这边给大家定一个页面 比如说在这边 定一个页面 叫做UIL 我叫做UIL revise 好 这里面写上一个我们的UIL反向解析 UIL 那么反向解析 好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写一个标签 写一个标签 我直接写上个HIF 等于我们的首页 那么首页这个地址就叫做index 我在这边写一个index 直接写上一个index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写一个首页 然后我们写一个视图 把这个页面显示一下 在我们下面我们把它显示一下 写上一个define 写上一个这个UIL revise 好写上一个request 那么它最后就是这里面 就是我们的UIL反向解析页面 反向解析页面 这个我们就直接把它显示一下 直接就return一个render return一个render 那么request 我要显示的是这个booktest下面的 UIL revised这个页面 那么这个地址 我们也做一个page 就叫UIL 就它 把这个在我们这边去做一个page 加上一个 UIL 好 那么对应的就是我们的views.UIL request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UIL 反向解析 好页面 好 那么现在我写了这样一个页面 我下面我访问一下 直接写上一个UIL request 好 回车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有个首页 你点击是不是到首页了 对吧 那我们在实际开发网站的时候呢 很多页面上 你会发现很多页面上 是不是都有一个链接到首页 对吧 都有一个链接到首页啊 那么假如说突然间有一天 首页的这个地址呢 它 它变了啊 它不叫index了 它叫index3 那么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你再去刷新这个页面 你点击你还能不能找到这个首页 没有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一旦它变的话 你所有其他页面上 凡是写了这个首页链接的 它是不是都不能用了 你是不是都要改一遍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一种问题啊 如果很多页面上都用 都写了这个首页的超链接 你首页的超链接一旦变了的话啊 那么你去改的话 一方面比较麻烦 另一方面呢 你可能哪个地方你少改了 好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UIL 反向解析是干嘛的呢 它呢 就是它可以根据你的这个配置啊 根据你的这个 它可以根据你这里的配置 动态的去帮你生成这样一个地址啊 这叫做UIL的反向解析啊 就是你没有必要在这边写死啊 写死你可以呢 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去动态获取 就首页的一个地址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叫UIL反向解析啊 这里面就是 index链接啊 index链接啊 那么然后呢 我们要再给大家说就是 在我们这里面怎么去使用反向解析啊 你注意 首先第一步 在你去包含一个应用的UILS的时候 你需要给 inCloud的这个函数呢 给它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名字呢 叫做NameSpace啊 你给它指定一个名字 NameSpace呢 比如说这个NameSpace呢 通常我们一般写的是跟这个应用名的 保持一致就可以了啊 你可以写其他的 但是我们一般是保持一致的啊 就给inCloud的函数加一个参数NameSpace 指定一个NameSpace啊 然后呢 再给 再给每一个啊 再给每一个 这个UIL进行配置的时候 给UIL函数呢 指定第二 第三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名字呢 叫做Name啊 给它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就叫做 index啊 index ok 我一旦这样写完之后啊 在我这里面 我如果要写一个超连接 它是链接到首页的话 我就可以使用UIL反向解析生成啊 使用 证明啊 UIL 反向 解析 那么生成 这个首页链接啊 生成index 链接 好 那么 这一部分的话怎么生成啊 就是还是写一个A标签 然后我们就写一个首页 写一个首页啊 然后呢 这个HIF呢 上面呢 我们是直接写死的 对吧 下面呢 使用反向解析 你需要使用一个标签 那么这个标签呢 是写在这个 里面啊 有一个标签叫做 UIL UIL啊 那么这个UIL呢 里面 比如说 我要让 我要让这个地址啊 我要使用这个反向解析 帮我生成 这个book test 应用里面的 这个index 这个首页的链接 我在这边写的时候呢 就应该是写上啊 首先 这里面 写上这个book test啊 也就是name space的名字 下面 冒号 冒号里面 对应的UIL 配置的名字 哎 首页的是 name的是index啊 那我这边呢 就写上一个index 好 你在这边写完之后呢 我们去访问一下 这个页面啊 比如说 哎 访问这个UIL reverse 好 一点记 好 这里面啊 看到我们这个index 首页链接啊 你一点记 看到没有 它是不是过来了 你就见 长官委员代码 是不是帮你替换成了 斜杠index 对吧 这个呢 就是他帮你动态生成的啊 假如说 现在你这个地址啊 你这个地址又变了啊 你这个地址又变了啊 哎 你又变了的话 我在这里面 我们一刷新这个页面 哎 你右键查看 文员代码啊 你看到这边 是不是也变了 看到没有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UIL 反向解析啊 反向解析 它的目的呢 就是帮你呢 去动态的 去生成对应的地址啊 这是它的一个好处 即使你这边改了的地方 对吧 即使你这边改了 那么我页面上啊 使用这个 反向解析的地方 这部分代码呢 我是不需要 变化的啊 不需要变化的 OK 哎 这是我们的反向解析 然后呢 好 这是一种方式啊 这一种方式 然后呢 比如说我现在呢 我再定一个其他的啊 我们再定一个其他的啊 我在这边 我定一个UIL啊 UIL呢 我叫做 show ARG 然后呢 里面呢 哎 我给它写一个啊 叫做 写一个 我们就showARG 直接写上一个斜杠 后面呢 我补货一个参数 百分之地 加 然后呢 这里面再来一个参数 再补货一个啊 斜杠后面呢 再来一个百分之地 加 好 后面呢 对应一个dollar 然后呢 我们这个视图呢 我就到views.12 ARG 好 那么 现在呢 哎 这个地址里面 是不是补货了 哎 参数对吧 哎 补货了参数啊 补货 哎 这个地址是补货 哎 位置 参数啊 补货了位置参数 那么这个视图呢 我们在这边定义一下 我就在这边写上一个 改一下名字吧 showARGS啊 showARGS 然后呢 在这边我们写一个啊 好 在这里面写一个 define 哎 叫做show ARGS 哎 写上一个request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在这里面干嘛呢 它不会两个参数 对吧 我就借一下啊 比如说我一个叫做A 一个叫做B啊 然后我在这里面干嘛呢 我就简单一点 直接把这个A AB呢 返回显示一下 就写上一个 A 然后呢 加上一个冒号 加上一个 B 哎 这就是我们这个视图啊 那么 有了它之后呢 哎 我们还是在这个页面上加链接 比如说我要访问这个 show ARG 啊 showARG 然后呢 写上 我看一下这个地址 写的是不是啊 加了横杠啊 show ARGS 然后呢 写上一个斜杠1斜杠2 对吧 哎 访问这样一个链接啊 那写 访问这样一个链接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去写这个A标签的时候 那么我就在这边写上啊 直接 A 然后呢 写上一个 sh ARGS 然后斜杠1斜杠2 然后这个HIF呢 我们如果写死的话 是不是应该就这样 show ARGS 斜杠1斜杠2 对吧 OK啊 那么这是这个啊 比如说我在这边 现在我一刷新 我一点击 它是不是跳过来了 对吧 那么比如说 我要让动态的去产生这个地址 怎么办啊 我们要动态 产生 动态去产生我们的 sh ARGS SR斜杠1斜杠2 那么这一部分怎么做啊 这一部分呢 你就要使用我们的UR反向解析 同时 就是在这里面配置的时候呢 给它起一个名字啊 内幕 比如说我就叫做 show ARGS 然后在我们这里面呢 去使用的时候呢 还是呢 写一个A标签 里面呢 我们还是写上这个 show ARGS S 斜杠1斜杠2 然后呢 这个HIF 书记 书记怎么写呢 还是使用我们的URL 然后前面呢 也是一样的写啊 BOOK TES 后面写上一个对应的名字 叫做烧 ARGS 然后呢 你注意 因为这个地址 在配置的时候 它是不是补会了俩参数 对吧 这俩参数 你要给它穿两个具体的参数啊 你比如说 我要让它生成的是 斜杠1斜杠2 我就应该在后面呢 空格写一个1 空格再写一个2啊 写个2 那你这样写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 你一刷新的话 把这个换个行 找一个地方 好换行啊 换行 刷新 那么你会看到啊 我一点 你看到右键 查看我现在吗 是不是帮你动态生成一个地址 没有 你点击啊 它就会过去啊 那么这个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在你配置的这个 UIL里面 如果是捕获了位置参数的话 在你需要动态生成这个地址的时候 你需要明确指定这个参数呢 是什么啊 OK 这这个啊 然后呢 下面呢 还有一种 我们既然有这个位置参数 对吧 就有可能有这个 关键字参数啊 那么这个关键参数怎么生成 我们也是在这边再来一个 直接在这边写上一个 UIL叫做12kwgs 然后这个 这个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 问号P 写上一个 C吧 写上一个C啊 然后呢 这里面写上一个 问号P 写上一个D 写上一个D啊 OK 那么这个 这个仕途呢 我们叫小KWAGS啊 这个名字呢 我也叫小KWAGS啊 这个呢 叫做捕获这个 关键字参数 那么这个仕途呢 我们要在这边定义一下啊 在我们的这里面 写上一个他 写上一个叫做 Define 叫做小KWAGS 写上一个request啊 这里面呢 哎 关键参数 名字必须保持一致 一个呢 是C 一个是D OK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 还是简单点啊 直接返回这个东西 写上一个A 写上一个C啊 加上一个 冒号 加上一个D啊 加上一个D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啊 好 加上一个D啊 OK 那么 这个呢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页面上 再加一个链接啊 比如说我这个地址呢 我要访问这个地址啊 我叫写上一个12KWAGS 哎 然后呢 写上一个斜杠3 斜杠4啊 斜杠4啊 那么 如果你要写死的话呢 你还是这样 直接写上一个A 哎 写上一个12KWAGS 哎 你直接写一个3 写一个4 然后呢 这个 HIF的这个属性呢 直接就写一个 KWAGS 斜杠3 斜杠4啊 那么 这样的话 你在这边 找到他 那么这个一点击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啊 还是你如果想动态的去产生 这样一个地址 怎么做啊 然后呢 哎 动态啊 产生我们的12KWAGS 哎 斜杠3 斜杠4啊 然后呢 写上BR 哎 这里面写上一个A 然后呢 里面我们就写上一个12啊 KWAGS 斜杠3 斜杠4 好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里面呢 也是啊 使用我们的反向解析 写上一个HIF 直接写上一个啊 UIL UIL里面写什么呢 还是写上 BOOK TEST啊 后面是一个对应的名字 叫做12KWAGS 然后它里面 因为捕获了这个关键词参数啊 你需要明确 把这两个关键词参数传过来 怎么传啊 就是 哎 比如说就是传上一个 C等于3 空格 D等于4啊 D等于4 然后那你在这边 你去看一下啊 刷新 刷新啊 右键 查看文言员代码 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对吧 一样的效果 你点击呢 它就会跳过来 那么 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 反向解析啊 反向解析 那么反向解析的目的是什么 注意就是这一句话啊 根据你URL正则表达式的配置呢 动态的生成相应的地址啊 那么怎么去使用 在项目的URLs里面包含应用的URLs文件的时候 指定它的NameSpace啊 NameSpace 然后在应用中进行URL配置的时候呢 指定它的Name啊 指定它的Name 指定它的Name啊 那么 我们说在某版文件里面 你怎么使用 你要使用这个URL标签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在试图里面 怎么去使用这个反向解析啊 这一部分呢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试图里面使用反向解析 那么首先 还是呢 在我们这边定义一个函数啊 叫做Redirect啊 我叫做TestRedirect啊 好TestRedirect啊 这个呢 函数呢 我就让它进行一个重定项啊 你比如说我要 我要重定项到这个首页 对吧 我们比如说啊 我们要重定项 到首页 重定项到首页 那我们之前写的话 写死的话 你是不是直接 Redirect啊 写上一个写一个index 对吧 如果你要动态的去获取这个地址 怎么获取啊 这个时候你需要去导入一个 反向解析的函数 那么其实 在这个模板里面的这个UIL标签 它最终呢 就是掉了这个函数啊 就是掉了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在哪呢 在jango.call .uilreservus 这个模块里面啊 把它导过来 就是在我们这边 我就直接在这边导啊 from我们的jango 点call 点uilreservus imput revise 这个反向解析的函数 那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要重定项到这个首页 我如果要使用反向解析的话 我就可以呢 使用这个reverse函数 然后前面怎么写 也是一样写啊 book test 冒号 对应的内幕是谁 对应的是index啊 那么它就会根据你的配置啊 把这个地址呢 生成出来 然后呢 作为字符串呢 给你返回啊 这就是它给你返回的这个地址啊 比如说我叫做UIL 然后呢 下面呢 这个就是它动态生的地址 作为返回 给你返回 下面你跳软 你就可以直接return redirect 直接写上一个 UIL啊 就可以了啊 这就是这个函数的一个作用啊 这是在试图里面使用的 那么像这个地址的话 我们也是在这边做一个配置啊 test叫做redirect啊 这是它 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访问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 它能不能跳转啊 在这边加一个UIL 这边 开头 然后后面呢 是这个 结尾 这里面呢 就是对应着我们的views点 test redirect啊 redirect OK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啊 我在这边 下面呢 我一 我访问这个test 写上一个 redirect 好 回这 是不是到首页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这个 rewise这个函数的一个作用啊 那么这里面是重定向到 index 你比如说你现在啊 我们再来 重定向到这个 重定向啊 重定向到这个 show args 斜杠一斜杠二 好 那这一部分 你要使用反映解析的话 怎么使用啊 也是先调用这个函数 直接写上 url等于rewise 然后呢 前面也是一样写啊 booktest 下面呢 这个name呢 就是show args啊 就是我们这里面 对应的name 对于name啊 然后呢 他需要两个明确的参数 你怎么传啊 位置参数的话 怎么传 直接传一个 args啊 传一个元组过来 写上一个 1 写上一个 2啊 写上一个2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进行一个 跳转啊 进行一个跳转 然后你比如说在这边 我们还是呢 去访问这个 test啊 radirect 好回这 看到过来没有 对吧 哎 这是这个啊 你这个配置的时候 捕获的位置参数 你怎么动态生成 还有一部分呢 是我们这个 关键参数啊 重定项 到这个show show啊 kwgs 斜杠 3斜杠 4 对吧 这部分的话 也是掉这个函数 url 直接等于我们的 等于我们的 rewise这个函数 然后呢 写上一个booktest 对应的name呢 我们就叫做show kwgs 好 后面呢 他需要关键的参数 对吧 那你想一下 猜一下关键参数 怎么传 哎 对啊 kwgs 然后呢 传一个c 等于这个3 然后呢 d等于这个4啊 d等于这个4 然后呢 你在这边一跳转 他就会跳转过来 你看一下啊 这里面 写上一个叫做test啊 redirect OK 说过来啊 这里面就是我们在 在你去啊 有些时候你重定向的时候 哎 你写这个地址的时候 哎 那么你不想写词 对吧 你可以呢 动态的去生成 这个生成呢 哎 就是这样生成的啊 哎 那么 其实 在我们这个里面 这个url 它最终就是掉了这个 函数啊 就掉了函数 OK啊 那么这个呢 哎 就是我们的反向解析 那么这个 反向解析的话 在我们的项目里面 写地址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啊 基本上都是使用这个 反向解析 去生成这个地址啊 动态生成 就是防止呢 你哎 一旦配置项发生改变之后 我页面上呢 我就不需要去动了啊 OK 对吧 对吧